您家里是不是东西都是用贝壳雕的呀 真相反 我们家的摆设很少 但是我们艺术馆的全部都摆的是贝壳 回头可以给那个陈薇 那个马桶盖雕一个贝壳 以前才马桶盖 真有啊 现在七星级宾馆的马桶盖 还有卫生间的马赛克 全部是贝壳的 是 那大孔雀多好看啊 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这个产业生机呢 我们做了高档的东西 比如说像类似这种东西 我能拿起来 给我们的企业家们展示一下吗 可以 这个如意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如意就用鲍鱼壳 而且上面像了黄金像了宝石 像了黄金 有黄金 我看见了 好漂亮 现在像了宝石像了黄金 这经过雕壳就变成我们 把它升级为真备艺术系列品 好漂亮 我太想看看了 太美了 像这种呢 我们作为收藏品呢 卖两万块钱一个 而且我们做了十个 在深圳文博会上全部卖完了 另外一个你们看到那里 刚才演的有一队 那个麒麟的那个兽 麒麟兽 对 那队兽我们四年的时候 在沈阳东北亚博览会上 一位北京的珠宝店的老板 他要放在珠宝店里 他自己储三百万 你得很大 一对 那您没 我没没给他 来 我们让陈薇近距离的 拿住了 拿住了 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翡翠的 其实从那个远处看 看起来就真的像 琉璃 翡翠那种感觉 对 好漂亮啊 而且还有一个龙的图腾 马瑞有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我和马瑞都是属龙的 那这个金老师 您要不然 卖了 售价两万 那你就是在我们节目 你咱就人情价八万 就卖给他们了 这个每一个颜色 这些全部都是纯天然 纯天然的 就是看起来会觉得很重 但是其实捧起来很轻嘛 对 但是很有质感 对 质感超级好 太美了 那是怎么链接到一起的 是拿胶吗 还是 这个底胎是红木的 这个底胎做好了以后 要放五年以后 再可以往这加贝壳 放五年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木头是要瘦缩的 木头要瘦缩的 贝壳是不可以瘦缩的 所以说你不放五年的话 你干燥以后再放五年 它的木头一瘦缩 贝壳顶起来了 所以要求是很严格的 所以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座当中 用传统的工艺 在里边用那个撒布 把它缠起来 用纯棉棉撒布缠起来 然后再用最好的角 把它给组合起来 这个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刚才咱们的这个视频 是拍摄在咱们的 嘉山博物馆 艺术馆 艺术馆 咱们这两家艺术馆 是什么时候落成的 我们在2018年 落成的那个两个艺术馆 全部都是我们自费修建的 全部都自费修建的 但是其中一个房子 是我们自己 自有的厂房 改建了博物馆 另外一个是 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场地 但是里面装修啊布置啊 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我们自费的 你们做就行了呗 靠它卖 赚钱 能够养活自己 有一门手艺就足够了 为什么还要修 这么一个艺术馆呢 我们想把大连背雕的 精美的背雕展示出来 想展示 而且我们艺术馆 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还免费 对 说实话 我看到金老师这个作品 我第一的感受就是震撼 然后特别希望 第一我也会帮您去推荐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个 现在非裔的这样的协会 在做推动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本人也特别愿意 在向我们的粉丝和受众 至少在我范围内影响的 所有的女性 去推广您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太美了 我相信每一个 看到金老师作品的人 都会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对 我们一定要组团去